对吧,你想一想啊,我们对这一辈子都没负责任,还想对上辈子负责任,请问你怎么负责任呢?你不胡闹呢吗?你不是二傻子吗?对不对?你现在他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他听说了谁是他爹,谁是他妈,他就孝顺了,我不信,我根本就不信,对吧? 我们把现在的父母啊,孝顺好了,那也等于是对过去的父母一种负责,你对过去的父母,你连影都摸不着,你怎么孝顺?对吧,更何况过去的姻缘都散了,散了还能再聚吗?不可能了,对吧?再聚也不是原来的吗?对吧,你要清楚啊,对吧? 所以说,佛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这是佛法啊,是我们最近的这七尊佛算起,原来的我不说了,对吧?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比较可靠,比较相信的,对吧?你说太远了,谁信呢?对吧? 那么,在过去的庄严节里,有一千位佛出世,第998尊佛就叫批婆师佛,批婆师,不论他意为圣观,或者种种观,或者圣见,或者种种见,总而言之,都是一尊佛的名字,对吧? 我们要记得批婆师佛就好了,我们圣见的时候,也要送这七佛的名字,对吧? 第二尊佛是十七佛,十七佛是九百九十九尊佛,是庄严节的第九百九十九尊佛,对吧? 那么,这尊佛也叫火佛,是庄严节的第九百九十九尊佛,第一千尊佛就是批雪佛佛,这是庄严节的最后一尊佛,庄严节完事之后就是贤节,对吧? 那么,经贤节,现在这个节就叫做贤节,因为在这个节里,也有很多佛出世,对吧? 那贤节就有很多贤圣出世,有佛嘛,对吧? 那么,贤节也有千佛出世,第一尊佛就是居留顺佛,对吧? 翻译过来叫所应供,就是一般人,人天都应当供养他,所以叫居留顺佛 还有一种翻译,叫庄严,居留孙佛,庄严无比,所以叫庄严 那么,第二尊佛叫居罗含摩尼佛 第三尊佛叫加社佛 第四尊佛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对吧? 是贤节的第四尊佛,对吧? 那释迦牟尼佛翻译过来,能人寂寞,对吧? 什么叫人呢? 人是一个当地人,个二 这是你要考虑别人 不要考虑自己,对吧? 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就考虑自己 从不考虑别人,那就是 你没有人,对吧? 你没有人,就是你不是佛陀弟子 寂寞就是你要解脱,你要自占 对吧? 你只有考虑别人,你才能够解脱和自占 你只考虑自己,你不能解脱和自占 所以说以上欺负就是最近的欺负 所以大家要记住,对吧? 实在记不住了,你要记住 本师释迦牟尼佛,对吧? 你要不记住他,你都不能算是佛教徒 对吧? 所以很多佛教徒,这个 常识都不知道,对吧? 在北京啊,那法院寺里边有人问我 哎呀,听说这个 弥陀佛是如来佛的哥哥 对吧? 我说这哪个哪儿啊? 胡闹啊? 佛什么意思,如来什么意思都不懂 就光凭一种好感,那能行? 那的确是不行的,对吧? 那么,下面的经文 建议释迦文佛首传摩佛家世尊者 第二,阿难尊者第三 商楼和修尊者 第四,幽婆居多尊者 第五,提多家尊者 第六,弥哲家尊者 第七,婆须密多尊者 第八,佛陀南提尊者 第九,佛陀密多尊者 第十,邪尊者 第十一,赴罗耶舍尊者 十二,马明大士 十三,加匹摩罗尊者 十四,龙肃大士 第五,加罗提婆尊者 十六,罗赫罗多尊者 十七,僧杰南提尊者 十八,邪耶舍多尊者 十九,揪罗多尊者 二十,摄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盆头尊者 二十二,摩拿罗尊者 二十三,赫勒纳尊者 二十四,狮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布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 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 二十九,慧可大师 三十,生参大师 三十一,道姓大师 三十二,红忍大师 慧能士为三十三主 崇尚诸主 各有秉承 如等向后 地带流传 故令归物 众人信寿 坐离而退 那经文的 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汉传佛教的传宗 是有传承的 而且这个传承 也是非常严谨的 这个传承 也是有严格秩序的 至少原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如果说今天我们 已经把传承 扭取了 或者淡忘了 那也是佛法衰微的一种表现 并不能证明 汉传佛教 没有传承 它是有的 这就是证明 那么经文的意思 它告诉我们 以斯加牟尼佛 开始传 它是第一代的祖师 所以要明白 传中第一代祖师是谁 斯加牟尼佛 对吧 所以 对吧 这个传承才是有说服力的 佛传下来的 对吧 斯加牟尼佛 曾经在百千万人天围绕之中 手持一朵幽伯罗花 在大众面前 怎么样 视线呢 拿着一朵花 在那摆动 对吧 那么 大家都莫名其妙 只有摩合加塞尊者 破言为笑 这个为笑就是相应了 它拿着一朵花 在那比划 对吧 很多人很茫然 很奇怪 很疑惑 这什么意思呢 只有加塞尊者 心心相应 笑 原来如此 对吧 心心相应 才会破言为笑 对吧 据说 孔子和老子之间 他们相见的时候 可目击而到处 两个人就眨眨眼睛 心里边 都是相应的 对吧 所以 我想 这完全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对吧 于是 释迦牟尼佛就对大正讲 说 无有正法隐障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唯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辅主 摩合加塞 完全是心理上的相应 那就是 般若般若命 完全是观照般若 对吧 我当然不排斥 文字般若 不排斥认识 实相 认识真理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的拉近 需要观照 就是 教外别传 辅主 摩合 加塞 对吧 那有权威啊 不是空穴来风啊 对吧 现在很多人 对禅宗去指责 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只要有缘 你不要去说他什么 对吧 我上次讲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就是坐禅的 没有什么话讲 对吧 我们今天上功课 那是后来呢 对吧 我们很多人是根本坐不住啊 能坐住的人 那肯定是有定力 也有智慧嘛 对吧 也有感应啊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传承是有说服力的 就是说 我已经讲信 印信的法门 传给摩合加塞尊者了 所以 摩合加塞 是出主 对吧 当然 他按顺序来讲 是第二代主事 对吧 那么 他的传承 完全来自于 释迦牟尼佛的 对吧 那佛传了 各种各样的法门 所以呢 佛不算第一代 但是从那的源头 是从那来的 对吧 所以 摩合加塞 属于第一代 那么 第二代 阿南尊者 加塞 祖师 传给第二代 祖师 是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 是佛的弟弟 对吧 佛成道日 他出生的 他博文强迹 那么 但是 我要告诉大家 在经典里 曾经啊 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 佛陀 涅槃的时候 阿南 还没有 正逗阿罗汉国 所以呢 五百阶级的时候 阶级佛教的 三藏的时候 金藏 律藏 论藏 那个时候 他还不够资格 加塞 村子 不要 只有四百九十九位 对吧 那他是很郁闷的 他跟他捣鼓啊 他不平衡啊 对吧 在自己的 那个阿南诺里面 半夜了 对吧 要躺 没有躺之间 忽然间就开悟了 于是 他就参与了 五百阶级 就是这位阿南 尊者 对吧 也曾经是 佛陀的 赐者 长得非常的漂亮 佛有三十二相 他有三十相 对吧 那么 大家要记住 这个是 佛陀的 告诉我们的 禅宗的第二代祖师 那么 第三代祖师 三楼和修尊者 这一位尊者 一生出来 很奇怪 对吧 生出来就怎么样 穿了一件衣服 对吧 这个尊者长的 那个衣服 也长 随着尊者的身体的长大 而长大 阿南尊者 度他出家之后 身上这件衣服 就变成了法衣 受 巨族借后 就变成了 僧其离 也就是我们说的 二十五条一 主义 对吧 那么 等他将要圆寂的时候 他留下此衣说 等释迦牟尼佛的法 完全灭后 这个衣才会 彻底坏掉 如果法不灭后 法不灭时 衣还是存在的 对吧 当然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衣 第四组就是 幽浮居多尊者 第五组是 提德加尊者 第六组是 弥浙加尊者 第七组是 菩须密多尊者 第八组 佛陀南提尊者 第九组是 佛陀密多尊者 这都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不多讲 要多讲 那大概还得去找一些相关资料 给大家一个交代 大家记着这个祖师的传承就好了 对吧 第十 代祖师是 邪尊者 对吧 这个比较著名的 我们要交代一下 这位祖师是很奇怪的 他怎么样奇怪呢 他在自己母亲的肚子里啊 住了七十二 住了六十二年 对吧 这个就很奇怪了 对吧 他出生的时候呢 头发已经白了 在母亲肚子里老的 对吧 那么 糊涂也白了 他生出来之后 就喜欢修道嘛 有缘嘛 对吧 就像 我就出家了 你就没有出家 这是什么 这是缘分嘛 对吧 这就是缘分 对吧 为什么缘分 那佛缘嘛 对吧 那如果我们不珍惜 那么也是浪费嘛 不要因为佛缘而骄傲 也不要因为 你没有佛缘而自卑 对吧 那么 邪尊者就是 有缘 喜欢修道 以后遇到 第九代祖师 佛陀密多尊者 就跟九祖出家 九祖就把 佛的心印法门 传给了他 传给了邪尊者 那么 第十一代祖师 是 妇罗 夜舍 尊者 那么 这位尊者 见到邪尊者的时候 就问 为什么 我想要成佛 怎么样才可以成佛呢 对吧 我想这句话 是非常深刻的 对吧 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么邪尊者说 你想要成佛呀 现在这个没有成的就是 我想要成佛 现在我没有成佛的这个就是了 能成佛 对吧 现在没有成的就是佛 我这个 父浪啊 也设 尊者就很奇怪 我怎么知道 没有成的就是佛呢 就跟邪尊者说啊 对吧 那邪尊者就说了 你怎么知道 没有成的就不是佛呢 对吧 就是 你不要上 你不要有执着 有任何的执着 当下就是了 我没有成的 我不执着了 我没有任何执着 那不就是了吗 对吧 你怀疑 怀疑是不对的 你怎么知道 对吧 没有成的就不是佛呢 对吧 你有感悟吗 你心里面 对吧 有感悟吗 你没有感悟 你怎么能说就不能成立 对吧 有这一问一答 他就豁然开悟了 对吧 开悟了就是不再执着了 不再烦恼了 不再计较了 对吧 当然他还要负责任 他要做主事 当然要负责任了 对吧 你要做菩萨 你当然要利益众生了 你说我是菩萨 你又不利益众生 那怎么能叫菩萨 对吧 菩萨不是自私自利的呀 对吧 于是 习尊者就把法 传给了这位 妇罗一所尊者 对吧 那么第十二 主就是马明大士 马明大士 绝顶的聪明 妇罗一所尊者 知道他的机缘 已然成熟 应该做禅宗的 第十二代祖师 对吧 于是就到马明大士那里 去度化他 对吧 马明大士 问 妇罗 耶稣尊者 说我想认识佛 都要怎么样才能认识佛呢 我想要认识佛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说 哎呀 我想见到阿弥陀佛 你要见我一眼 我就信了 对吧 你想要见到的 那个是像的 不是空性的 不是那个叫 法身佛 你见到那个像是永远见不到佛的 对吧 你只有不着像了 你才能够见到佛 对吧 这个是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的 很多人就迷信了这个关键 对吧 那么 马 这个妇罗 一次 尊者就告诉他 说 你想认识佛啊 你不认识的 这就是佛 为什么你不认识 认识 对吧 你认识是一个能和所 中间的问题 是一个根进食 是一个世间的 一个 分别的 第六意识的境界 对吧 那么这个境界 它是一个 远距的 它没有实在性的 那个 这个认识是不可靠的 所以你只要不执着这个 不可靠的东西 你就 就是佛了 就见到佛了 对吧 这个不认识的 就是佛 对吧 佛即不识 因之是佛 对吧 我们以元起为实 元起的像啊 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 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是 父亲母亲 阿雷耶识 组合体 对吧 那么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元起像就是实在的 所以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执着它 但是你错了 你这就是轮回 你执着它就错了 对吧 但是你不执着它 有人很茫然 对吧 所以你以着这个元起像为实在的 为实有的 你就是执着 你就是轮回 对吧 这种认识就是住在上边 住在上边 那就是轮回的吗 那不认识 就是我不住在上边 我不认识 我就不住在上边 我不停留在上边 就是以信空 无所得 为根本 那么我不再执着了 那就是因无所住了 那我不住在上边 那我就可以见到佛 对吧 对吧 那么 所以说 这个不认识的就是佛 佛即不认识 因此它是佛呢 我连佛都不认识 我怎么知道它就是佛呢 对吧 那我连佛都不认识 我怎么能说 这个标准就是佛呢 对吧 我们前面说 你只要不执着 这个标准就是佛嘛 对吧 那么 妇罗 妇所尊者 就说 你既然不认识佛 又怎么知道他不是佛呢 因为你不认识佛 你怎么说他就不是佛呢 因为你不认识啊 可能你当面就会错过 我们不认识的 往往不就是 无所得吗 对吧 我们认识的往往都是自以为是吗 对吧 这和习尊者对他的 教化 是差不多的意思 对吧 接着马明大师就说 哦 此事巨翼 巨就是拉锯那个巨翼 这是你再拉过来 拉过去 对吧 没有意思了 对吧 那我说这样 你说那样 这不是拉锯吗 对吧 就好像 一个巨一样 来回这么巨 我说这样 你说那样 这么来回 不就是一个巨的意思吗 来回拉锯玩吗 对吧 那么 父奴 耶稣尊者就说 哦 彼是木翼 你说是巨 我说是木头啊 我说的不是 不是巨 我告诉你 我说的是巨 是木翼 对吧 他又问 马明大师 那你的巨翼 是什么意思 你那个拉锯 那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对吧 你拉过来 我拉过去 你拉过来 我拉过去 咱们俩一样了 巨不就来回拉锯吗 对吧 那么 马明大师又反过来 问 问什么 父奴 耶稣尊者说 那你的木头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对吧 那么父奴 耶稣尊者就说 说我木头的 木头的意思就是 我把你这个木头锯开了 木头的意思 我把你这个木头锯开了 一锯两半吗 对吧 锯就是锯木头的 就这么一讲 马明大师 豁然开朗 对吧 原来他不服啊 这我跟你一样 我锯来锯去 现在你是木头 我锯你了 我问你锯开了 一下 哦一下 豁然开朗 对吧 为什么豁然开朗 这我不让你 对吧 我不让你再执着了吗 对吧 你原来做牛角尖 我现在 现在给你锯开了吗 对吧 你一下子就 分别心就打破了吗 对吧 那么 即使 剃度出家 马上就剃头 马上就出家 对吧 因为他认识真理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十一族 妇挪 第一次就传给 马鸣大士 对吧 法成为 禅宗第十二代祖师 对吧 怎么叫马鸣大士呢 对吧 马鸣大士 他善于说法 他一说法 马都失明 他一说法 马居然能够 能够回应 马都会叫 对吧 统统都悲鸣 对吧 那么书上说 恶马悲鸣 这不一定是恶 其实是宝马 对吧 什么叫宝马 对吧 宝马通人性啊 他懂人的话啊 所以 他能够悲鸣啊 对吧 那么 他一说法 叫马叫 马就会叫 因为有这样的感应 所以他叫 马鸣大士 他不仅仅能叫和人 而且还能叫和 叫和什么 叫和马 对吧 但是 我想啊 马都比较容易能叫和 最难叫和的 往往还就是人 人最难叫和 对吧 你说了半天 他不一定 他表面上点头 说是好 掉头来就不是 也不好了 对吧 这是经常会有 对吧 那么大士 就是菩萨的另一种称呼 也就是 马鸣菩萨 所以我们前面有交代 说大士 就是你正得 阿弼巴